大家好,我是爱元神 我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 5.1雷神纳塔补强,勇为夜灵命必抽 火神定位反转,200元时可白嫖 5.1西诺宁沉水龙王售后 火神大招雷神同款,两款新皮肤没爆了 5.0-5.1角色抽奖推荐 草C,雷神直接跳过 西诺宁灵命完全体必抽 元神纳塔5.0下半卡池已经到来 新五星角色基尼奇也已经登场 同时雷电将军也迎来了复刻 有关于5.1卡池的新五星角色西诺宁也已经官宣 复刻角色的话,目前说法最多的是千只 纳西达、胡桃这三位 本期就5.0-5.1卡池角色抽取推荐相关 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要说的就是5.0下半卡池的基尼奇 雷电将军这两位了 其中基尼奇是新五星角色 在大世界方面能力优秀 作为草系组C强度也非常不错 比较适合喜欢大世界探索且缺少草C的玩家去抽取 雷电将军的话 毕竟是复刻过多次的角色 再加上火神马威卡登场在即 比较推荐珍爱党玩家抽取 以及缺少雷C的玩家抽取 其中暗命价值较高 而说起后续5.1卡池的新五星角色西诺宁 定位五星通用沿系辅助 就目前来看 那塔的首个人权卡辅助角色 非他莫属了 虽然没有万叶的巨怪 但是自身的增伤机制优秀 还可以恢复 加上大世界体验极佳 零命机制完整 二命直接自变 对于平民玩家而言 还是非常推荐抽取零命的 有条件的可以抽个二命 至于5.1卡池复刻的三位角色 就网传的消息来看 分别是千枝 胡桃 小草神纳西达这三位 其中推荐抽取的只有纳西达 草系配对的核心 贩用性 强度 保值率都极高 胡桃 千枝的话 基本上就是真爱党抽取了 毕竟后续卡池 还有恰斯卡 火神马威卡 等强力角色登场 所以说 合理规划原石 还是很重要的 原神纳塔 5.0下半基尼奇 雷电将军卡池 已经过去了一段时间 各位旅行者们 是不是也都已经抽到了呢 有关于5.1版本的前瞻直播 也终于要来了 前瞻直播的时间 是在9月27日的晚上 7月30日左右开启 以及大家比较关心的 300原石兑换码奖励 还是非常香的 而说起5.1卡池 即将登场新五星角色 西诺宁的强度 也是很多玩家比较关心的 就目前的技能相关来看 还是非常推荐抽个0命的 有条件的情况下 推荐抽取2命 使用西诺宁和水龙王 纳维莱特 水神弗宁娜 万叶组队 伤害的提升也非常明显 和万叶对比 缺少了巨怪功能 当然啦 西诺宁搭配纳维亚 雷电将军等角色 也有着非常不错的提升 说是售后 队友也不为过 0命玩 全体平民玩家必抽 除此之外 就是火神马威卡的相关消息了 根据目前网传的最新消息来看 火神挂火频率虽然不高 但是挂火的频率和伤害也会随着夜魂 夜魂角色提升 大招的出伤类似于雷神 或者迪西亚 时间虽然短 但是数值非常的高 并且还有非攻击力加强的其他争议 甚至可能是生存争议 定位则属于半辅助半副C的角色 一技能是后台 就看一技能的数值给的够不够了 值得一提的是 最近有关于火神新皮肤的相关消息 还是比较多的 废话不多说 具体大家直接看下图 下图是网友大佬自制的火神形象 原先的皮裤没有了 被爆改成了部落风 别说整体来看 还是非常好看的 另一款则是白色传统服饰 同样也非常好看 所以说各位旅行者们觉得怎么样呢 原神5.1版本越来越近 新五星角色西诺宁也即将登场 同时有关于5.1版本的前瞻直播 也终于要来了 距离现在还有不到一周的时间 预计在9月27日的晚上7点30开启 以及300元时的兑换码 各位旅行者们是不是也都非常的期待呢 而说起后续卡池等相关消息 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要说的就是5月1日卡池的新五星角色西诺宁了 就目前的消息来看 西诺宁和万叶对比的话 减抗时间更长 同时有奶 也更容易完成双扩等操作 不过缺点就是没有了居怪能力 西诺宁的拐力还是很强的 作为纳塔版本的首个通用研系辅助角色 大世界能力极佳 还是非常推荐平民玩家戳个0命的 换命的西诺宁则更像是雷神在那塔的补强 而说起后续卡池角色登场的新五星角色火神马威卡 就网传的最新消息来看 火神是五星火系大剑角色 定位的话有好多个版本 不过汇总来看 火神马威卡大概率不是拐 机制的话据说半草神半雷神 挂火频率也不高 是前台和负C的概率较大 不过毕竟是网传的消息 毕竟没有实锤 大家看看就好 值得一提的是 在某站和某书上搜原神放映节 有一个简单的小任务 玩家完成后一共会有200元时的奖励 还是非常不错的 感兴趣的旅行者们倒是可以去看看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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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